《无量寿经》 我们继续讲《无量寿经》 我们先在《萧文解义》 上一次我们讲到 萧楚三构明 明记众恶烂 讲到解离 今天我们继续讲 开笔智慧眼 蔑视昏盲暗 开笔智慧眼是什么意思 开笔智慧眼 智慧的眼睛 眼用来干嘛 眼是用来观的 如果你常常做观 但还要加了智慧 那就有戒定慧 善无漏学里面 就可以慢慢的一点一点的学 就可以从戒定慧 善无漏学里面 跳出生世苦海 所以积慧眼的意思 如果我们从学法门的角度来讲 积慧眼就是什么样呢 就是思念初 你思念初是什么 你应该知道 观身不敬 观受是苦 观心无常 观法无我 就是身受心乏 思念初非常重要 这个思念初是观的 观的意思是什么意思 观包括止 你必须要先止 开始学的人要止才可以观 当然我们到了某一个程度 我们止观双运 不是单独的 但是止什么意思 止是你要Calm down 止的意思是你把心定下来才可以观 观是用智慧去观 止是有一个索颜经 你修行把你的心圆意玛的心定下来 所以积慧眼 这个意思就是你失念初 用修学失念初 释迦牟尼佛入灭的时候 第一条问题 阿兰问 佛灭后以何为师 以戒为师 佛灭后以什么为助 以信念初为助 这非常重要 灭此昏蒙岸 如果是你用信念初 慢慢灭除你的如痴 必塞诸恶道通达善去门 这个大家都知道了 如果是你常常访门 你的恶业就不会起 你就不会作恶 如果你是止恶行善 通达善去门 功作成满足 做是什么 做是功德 你的功德就很满足了 未要朗十方 你功德满足的时候 你的光明变造十方 为什么 你弘扬佛法 光明造十方 如果是你成就你的阿罗多达善 没有三菩提 你修四国 初国 二国 三国 四国 你修十地的菩萨 从一地到十地 你的光明 你的智慧照普照十方 日月一日即重灰 那个意思就是 The sun and the moon 日月也没有你的光芒那么光 星光影不现 因为你的光明 你普照十方 广度一切众生的光明 非常非常大 这个光明就是不可惜意的 为中开法障 广师功德宝 为大家开法障 就是为大众说法 广度一切众生 离苦得乐 广师功德宝 功德宝是佛法 佛法要无量的 三宝 佛宝 法宝 法宝 生宝 弘扬佛法 弘扬三宝 常于大众中 说法是之好 常于大众中 广度一切众生 你说佛法的时候好像有一个批语 我们刚才不是讲 佛法里面有一个十二部里面有批语 批语就是以批语来讲 批语怎么样 如果是佛讲法的时候 师子好什么意思 你知道动物里面以师子为黄 你听过师子好吗 师子好 师子好是什么样 当师子到某一个时间 也可能是一天里面有一次 也可能没有 讨的时候 我离开很远 我到了动物园的时候 当时在多人多的 有一个动物园里面有两个师子 一个师子 它忽然间是好 好得很厉害 那个时候我听到这个声音 好像是我的心都要破碎了 那么感觉 不是普通的教 所以这代表是师子好 师子好就是佛讲法的时候 它就是微正十方的意思 供养一些佛 具足众德本 还不只是讲法 还供养一些佛 具足众德本都有很大的功德 愿会是成满 他发这个愿 从这个愿修行 戒定会的修行 他就成功了 是成满 得回三界雄 他成功成佛的时候 为三界的导师 三界是欲界 师界 无师界 天人师 佛有诗号 如来应共正辩之等等 天人师 天界 人界的老师 三界就是欲界 师界 无师界 就是天人 住在三界的 六道的众生住在三界 如佛无碍智 他这样修行就好像佛里面 好像佛的修行成功了 一步一步的 渐渐的成就他的无上 正等正觉觉悟的时候 他就能够有正道的无碍智 有事无碍智 Unobstructed wisdom 无碍智 什么是无碍智呢 你知道《阿弥陀经》里面 《第三十大愿》里面 《辩智无穷愿》里面有一句这个话 师我得佛 国中菩萨 智慧辩才 若和现量者 不取正觉 无碍智是辩才智慧 是一种自由自在 无所障碍的理解的能力 他的理解的能力很强的 这个是以智慧来解释 语言表达的能力非常高的 这个是辩才这一方面的解释 就是你不但是你的智慧高 可以解释 可以了解所有习间法 哪些佛法当然可以了 你在弘法立生的时候 你的言语的表达的能力 你的辩才更是无障碍的 有事无障碍 法无障智 善能演说佛法 无量法门 仪无碍智 善能演说佛法的真正义理 词无碍智 善能以种种言语言词是演说 就是你是什么人 这用什么讲法 你是英语的人 用英语讲法 你是广东人 广东人讲法 你是台山顺德乃至德国 乃至所有国家的言语 他就是言词无碍 乐说无碍 随着众生的根性而乐为为之巧说佛法 就是根据你的根性 如果是你的程度高的 就为你讲高程度的法 你程度是没有那么高的 第一 比较是通俗一点的法 就是乐说无碍 这个是我爱字 好 那么我们继续讲 通达 通达美不照 就是他的光明变照十方 通达 通达就是他变财无碍的时候 他的言词变十方 大家听到了 都很感动 大家听到了 都很接受 愿我功德力 等此最圣专 那么法障比丘 这个祭语是法障比丘讲的 法障比丘说 愿我发这个愿的功德力 希望就可以医愿修行 得到了最圣专 可以成佛 可以一点一点的修行 乃至成佛 诗愿若可果 可果 是什么意思 是兑现的意思 accomplish 希望我的愿望可以成就 可以成功 可果就是达到了果会 大千应感动 三千大千世界都很感动 虚空诸天人 当于真妙花 天上的人 法障比丘 法大愿 天人都非常高兴 纷纷天于宝花 冰纷而下 大家要拜大悲惨吗 大悲惨里面不是讲吗 当观音菩萨讲大悲心 《法障比丘说此作与》 《法障比丘说此作与》 因此谱地六种震动 那个时候刚才不是讲吗 观音菩萨讲完大悲惨以后 大地六边震动 《法障比丘发的愿》 说了一个愿以后 大地也是六边震动 六种震动 为什么大地六种震动 大地有什么 大地有众生 众生有有情的众生 有无情的众生 有情的众生就是你跟我了 sentimental sentient beings You and I 无情的众生 我们通常讲 无情的众生 一棵树和一个砖头 木石 无情的吗 无情的众生 有情的众生都受到感动 为什么有无情的众生 为什么受感动 有情的众生受感动 是很普遍的事情 为什么无情的众生也受感动 你想过这个情况吗 我告诉你 无情的众生 它这个晴晰可能比我们有情的众生强 但是也有感受的 Non-sentient beings also have certain kind of feelings like water has feelings 好像水 我告诉你 植物 如果是一棵小花 你放那棵小花 你天天对它 浇水 你对它谈话 你很喜欢它 你放得很好 你还要放一点阳光给它 你爱护它 它发得很好的 它很喜欢 如果是你不理它 你抛弃它 你糟蹋它 那它就不欢喜 它有feeling的 它有感动的 不是使物 你说使的没有感动 一个砖头都有感动 当有情的众生感动的时候 无情的众生也受感染 也是感动的 所以情与无情同源总至 这个是《环境》里面就是这样讲的 六种震动 那么很快的我讲 什么是六种震动 大家也激动 震、好、激、动、涌、起 六种 震、 vibration、好、 roaring G就是fliction 那个就是音声的震动 震响 sound pertaining to sound 震动是sound vibration 音声的震响 动、涌、起 是行动的形象 所以这个动不单是音声的还是行动的 不单是唱歌是一个音声 你动的时候也有行动、动、涌、起 三个是音声、三个是行动的形象 六种震动 这代表你的六根所感动的所缘境 是一种瑞相的感受 神圣的圣境的感动 所以我告诉你 你们皈依的时候、受戒的时候 我们不是说吗? 你有观想吗? 观想什么? 观想大地 因为你今天又受戒了 大地涌动、大地受感动 大地的能量就升到空中 涌起来了 The day when you vow to become the Buddha Energy of the earth is rising up to the sky 你看不见 energy 能量怎么可以看得见 能量表达的方式有两种 一种是用音声去表达能量 一种是用行动去表达能量 音声去表达能量 会让你听到音乐好像从天而降下来 The music comes from heaven All of a sudden there's a little bit of shaking of the earth which is not detrimental to you which is not harmful 所以当你所做的事情 你发愿成佛、你发愿成圣人 你发愿广度这些众生 大地都受感动了 六种震动 所以法障比秀 他发大愿的时候 六种震动就现出来了 音声的表现、行动的表现就现出来了 所以那个愿很大 所以震动是这样的 我们回到本来的这个 六种震动 天与宝花以善至上 不是我们刚才讲吗 天与宝花缤纷而下 十方诸佛皆大唤喜 一切众慧皆大唤喜 你知道大悲咒吗 一切众慧都歇托了 或者虚头还国、乃至欧拉罕国 或者一地、二地、三地、四地 乃至十地者、无量众生、发菩提心 就是这个意思 天与宝花都下来了 自然音乐空中战言 确定必成无上正等正觉 空中的声音出来了 法匠比丘发这个大愿 就说这个人、这个比丘 别定成为成就无上正等正觉了 于是法匠比丘据作修满如实大愿 成地不虚 法匠比丘发这个大愿以后 他不但是发这个空愿 发这个愿以后还积极努力的修行 不是我们凡夫 我们发愿完了以后 什么都忘了 你知不知道你在你皈依的时候 发什么大愿 众生无边失愿度、烦恼无尽失愿段 法门无量失愿、学佛道、无上失愿成 你发了四大、四大、宏愿 你发的愿可能你也忘了 有很多人说 我不度众生了 我要寄修 我要躲在山里面 我要静坐 这里太烦了 我不喜欢烦的 那你就去静坐 你发愿度众生没有? 你没有发愿度众生 但是法匠比丘发了愿以后 他根据他的愿去修行 努力地修行 成地不虚 一点的虚为都没有 切切实实的、切而不舍的、切而不舍的修行 什么叫切而不舍? 切而不舍就是你刻图章的时候 你的刀没有离开那个石头 一点一点的、一向专注地刻死去 于是法章比丘 最终满修如是大愿 真实不虚 超出世间 身要极灭 他要法愿要证涅槃 He wanted to attain nirvana 极灭 极灭是什么意思? 极灭就是涅槃的意思 什么是涅槃? 很多人信佛 很多人看佛经到现在也不知道什么是涅槃 What is nirvana? 涅槃是什么?极灭 极灭就是涅槃 我们也探讨一下什么是极灭 我们快一点 我讲到十分钟 我就讲一个很真实的故事给你听 你听完以后你就一定要相信 你一定会念佛的 现在我还有十分钟 我先把什么是极灭 什么是身要极灭 身要极灭的意思就是法障比丘 他深深的相信他这个愿可以圆满 他精进努力修行 他要身要涅槃 他要到涅槃的境界要成佛 那什么是涅槃? 如果是某人他成佛 他到了涅槃是什么境界? 我们要探讨一下什么是涅槃 用简单的言语讲涅槃 正为了涅槃的佛菩萨 生活于什么境界? 如果是某圣人正在涅槃 他这个境界大概是这样的 正为了涅槃的佛菩萨生活于什么境界? 根据《北版的涅槃经》卷二十三讲 涅槃有四种境界 常乐我尽的境界 我们就用常乐我尽的境界来解释涅槃 我们也可以相反来讲 我们也可以用常乐我尽来解释 众生凡夫的境界 凡夫也是常乐我尽 凡夫是追求常乐我尽 是执着了常乐我尽 这种境界跟佛的常乐我尽的境界 是有一点不同的 可以讲是怯然不同 什么是常? 如果是达到了涅槃 有常德、有四种德、涅槃的士德 涅槃是永远不变的觉悟 永远从谜里面写透出来了 不会再迷了 常常觉悟 就是常德 乐得呢 涅槃超越一些事件的痛苦 得到了不可适应的大乐 乐得 他得到了大乐 永远的超越痛苦 就是乐得 我得呢 涅槃自由自在 毫无屈输地远离一切颠倒梦想 好像《心经》里面远离一切颠倒梦想 究竟涅槃超越生死轮回 我这个我已经破了我执了 超出生死苦海 破了我执这是欧罗汉 欧罗汉已经超出六道轮回了 这个我已经没有了 破了我执 正的涅槃果了 敬得呢 涅槃的境界 占人清净 无烦恼的污染 所以涅槃有誓得 常得 乐得 我得 敬得 又根据大乘一章卷十八讲 涅槃有三种德相 法身 般若 歇脱三解 法身是一切存在本来具体的真如 涅槃就是脱离烦恼的束缚 般若是所悟的智慧 之三者 三之一 一之三 在果慧的时候称为三德 在音慧时候是三种佛性 有这个性能 在果慧的时候有三种德 就是法身德 般若德 涅槃德 涅槃德 这个大概是这样 但是我们也讲得多一点 我们从法相中的 将涅槃分为四类 法相中 就是为始中 即性清净的涅槃 有余依涅槃 无余依涅槃 无住处涅槃 大家都大概要知道的 什么是即性清净涅槃 世间万物被课程的烦恼所复杖 但是我们的法性真如是清净不变的 不生不灭的 具有无量的功德 即性清净涅槃 就是涅槃本身有无量的功德 这个就是不生不灭 清净不变的功德 即性就是清净 即性就是没有烦恼 即性就没有污染 有余依涅槃 觉悟的佛觉者虽然已经灭尽了三界的烦恼 欲见世界无世界更不起祸造业 但是还有过去的业力所遭感的肉体的存在 这个是有余依涅槃 这个意识总是什么样呢 现在莫来佛在世的时候 他已经证了涅槃 但他的身体还是存在 还说法十七九年 还没有离开这个世间 虽然没有离开这个世间 但是他已经到了涅槃的境界 这个时候有余 他余着身体 有余、还有身体 但是他已经证了涅槃 为什么他还有余 因为他还要在世间里面广度众生 有余依涅槃 这个意思就是这样 无余依涅槃 那个时候不但断除所有的烦恼 而且由过去业力所遭感的 世生也没有了 没有遗余 一切痛苦皆已断尽 称为无余依涅槃 但那个时候上有屈身我智障的种子存在 这个意思就是怎么样 欧罗汉他成为欧罗汉了 他成为欧罗汉 已经得到涅槃的境界了 但是他还没有离开这个世界 但是他随时可以离开这个世界的 他可以生金刚三密集火 把自己的身体一烧没有了 他就禁了怎么样 无余依涅槃 他不要这个身体了 这个身体 为什么他还有这个身体存在 也可能他有还债也不一定 他有度众生也不一定 但是当他说我要进入涅槃 我不住在这个世界了 他在火光集体就生火光 把这个身体一烧没有了 他就禁了无余依涅槃 就是这样的 无助出入涅槃 那个时候驱伤所之障的种子已经禁禁 真无彻底脱离了禅妇 是禁得圆容圆满的大涅槃 因为根本烦恼已经断禁 所以不住生死 但是为了救众生不住涅槃 所以称为无助 这种无助大涅槃就是心经所说的 就禁涅槃 那个意思就是怎么样了 他没有离开这个世界 他还是广度住生 但这个身体已经没有了 他无助了 无助处 有助处还不彻底 你说佛有一个助处吗 佛法身子变虚空戒哪有助处 有助处还是不是圆满的涅槃 没有助处才是究竟的涅槃 所以心经里面怎么讲呢 度一些苦 一远离颠倒梦想就进涅槃 那个时候就是无助处涅槃 所以已经解释过了 现在我已经解释到涅槃 我回到经文里面 经文里面怎么讲呢 就是超出世间 生要极灭 极灭就是涅槃 我大概是讲到这里 但是我说不讲下去 但是我想讲一个真实的过案 要大家知道真实的过案 我们知道大乘的佛法有八个宗派 也有说是十个宗派 如果你把聚摄宗、成始宗都变为两个宗派 大乘佛法有十个宗派 如果你把聚摄宗、成始宗都变出来成为小乘 就有八个宗派 大乘的宗派有什么宗派 有天台宗、华阴宗、禅宗、密宗 其中一个什么 律宗 律宗是一个很特别的宗派 律宗重要不重要当然很重要 因为我们修学佛法是三无漏学 戒定慧 没有戒律就没有生团 所以戒律是非常重要的 戒律可以最低的 如果是我们首戒 最低的我们就可以做人 最低可以做人 首戒里面你是指持 你不做恶事 最低可以做人 如果你是不但是指持 还做持 不但你不做恶事 还做善事 升天 所以我们说 己恶行善 那么就是天人 所以律很重要 如果是你不守戒律 做人的机会还没有 可能下一生也投胎到三恶道去了 地狱恶鬼出生 那么我们律宗里面 我们中国出家人 我们出家的根据什么律去出家呢 南山律 十分律去出家的 南山律在中国的祖先 我们可以说道宣律是南山中的祖宗 南山律是专研究律的 我们出家的根据南山律有很多种的 摩赫生局律、五分律、十分律等等 但是我们根据的就是十分律 律虽然是里面有不同 但是大同小异 但是不是完全不同的 我们根据就是南山律宗 道宣律师是在南山住的 所以是南山律宗 南山律宗里面有很多祖师 我现在今天有讲的就是其中一个律师 这个律师是哪个律师呢 这是南山律宗的第十六祖师 是袁赵律师 袁赵律师 袁赵律师他写的《南山三大部》里面 里面有三个是解释南山三大部的 袁赵律师写了很多书 我不常识的讲 袁赵律师在律宗里面是非常重要的人物 他解释《南山三大部》里面有特别的论述 今天我们要讲的是袁赵律师 他是专修念佛法门的 他是律宗的祖师 但是他也是修念佛法门的 为什么他这样讲呢 他为了要弘扬念佛法门 他写了一部很有影响力的书 这是敬业礼参仪 敬业礼参仪 拜祭律参就是他写的 礼参仪 在礼参仪里面他有一个虚文 那个虚文里面很有影响力 现在我们把他的虚文读一遍 让大家知道他这个心理的路程是怎么样 是从律宗其他的宗派 改到念佛法门来了 圆赵我 就是圆赵他自己 即从撒戒坛以来 即从出了家了 撒戒坛就出家了 他出家以后就开始学习戒律了 我们现在出了家以后怎么样 弘扬佛法了 不学戒律的了 大师弘扬了 他不是 他受了戒以后 他是学习戒律 发广大的誓愿 常生一说佛的我着恶事 并且通达佛法 他就发愿了 他说 他怎么发愿呢 他出家的时候 他就发大愿 我要学习戒律 我要发这个誓 我要愿生生世世到 都在娑婆世界五着恶事里面 我生生世世就要来这里 这里是个痛苦的世界 但是我不怕痛苦 我学戒律 我生生世世我要投胎 我要到这里 他这样发这个愿 开始的时候发这个愿 并且通达佛法 我还要学佛法 我又通达佛法 我又生到这个痛苦的世界 做一些众生的大导师 我要广度一些众生 我要成为众生的导师 我要学佛法 我又回到这个世界 提携有道云云众生 我要带领 我要引导所有的众生 离苦得乐 令其皆能如欲佛道 我就希望度众生 后来他又见到高生传里面 当中 慧部法师也说 十方久的世界虽然是清净 但不是我所愿去的 为什么 它是快乐的地方 我要到苦的地方去救人 假使在十二节里面 莲花之类享受安乐 我在莲花里面享受安乐 我不如在山徒疾苦的地方救众生 他是发这个愿 慧中慧部法师 我要度众生 我要不要在莲花里面 奥弥陀佛的莲花里面享受快乐的清净 我要来节礼 那么袁兆律师看见他很感动 说我要这样 我要到痛苦的世界 你们什么生净土 没有出息 你这样 你不到 你要到痛苦的世界救人才对 你为什么在安乐的世界 你到来 你享受安乐 这个不对 所以他以前就发这个愿 我要回到这个世界 尤其我更加坚持己见 那我就很坚持 你讲什么话 我不信 我弘扬坚律 我弘扬佛法 我再来 我不到西方救到西觉 我坚持这个见解 因为你太享受了 在那么安乐的世界 如是经历了很多年月 而于净土法门毫无归向之心 他对净土法门没有兴趣 见到有人修净土法门 他就轻视毁谤 他就轻视 你这样不对 他说 你修净土法门 你这样你那么安乐 你不应该那么安乐 你应该到救人区 你看 地藏菩萨也是救人 那么你为什么安乐在清净的环境里面 毁谤净土法门 那么后来怎么样呢 我们继续讲 后来我遭逢重病 后来他的病了一场 大病了 失身体力摧毁雷肉 他越来越好像死掉了 身体非常累热 顿时觉悟先前之各非 是不是我讲错说话呢 是不是我现在所做的一切是不对 为什么我天天修学佛法 我对律那么弘扬律法 我广度一些众生 我没有懒惰 我很尽进 我天天都是学佛法 我天天要广度众生 为什么我现在得到重病 是不是我修得不对呢 暗自悲弃心中感伤 深深自我责备忏悔 他就觉得我是不是有问题呢 后来他怎么样呢 他读了智者大师的净土十一论 所以净土十一论很重要 后来他拿着净土十一论 我看看智者大师 一看净土十一论他就感动了 他跟智者大师的净土十一论 很有缘分 至此以后我便全部放弃平生所学的学问 专问寻找净土教典 与修行的方法 他一看《净土十一论》以后 他就把其他的佛经都放下来了 专门去读净土的书 净土法门的书 二十余年之间 悦加深信念佛法门 他学了念佛法门 学了二十年了 你现在七十岁 如果是你活到九十岁 你可以学它 你还有二十年可以活 但是不一定 人生无常的 你现在七十岁 你得快一点念佛 他用二十年的时间 就开始对念佛法门有所研究 天天的改变了 他不读到不参禅 他不是内观禅 我一天要怎么禅 茶禅、花禅、什么禅 他不修禅 他一天到晚都是念佛 他也弘扬戒律 因为他说什么 再生他就弘扬戒律 但是其他法门他不学了 他专门是念佛 后来他又见到宪导和尚所讲的 专闸二种修行法门 若是专一修行念佛法门者 一百个人修一百个人往生 如果心里杂修其他方法 万千人当中难得有一两个人往生 很多都不成功的 因为杂修者太多心死散乱 观行难以成就 因为你不容易 你用禅去修行 你可以一生成佛吗 有秘中你修行 你可以一生成佛吗 都很难很难 这个是难行门 所以你知道 你比如说我要打坐 我要看经论 我经论懂 我就成佛了 你经论懂 不过是文字懂而已 你还没有修行 有很多居士也是 有法师也是 一生都是看经 一天到晚就是写文章 当没有测试的修行 到往生的时候还是流转六道轮回 因为杂修者大多心喜散乱 难行观行难以成就 我因而从此一心一意的专持四字名号 你知道原造律师他怎么念佛的 阿弥陀佛 四字阿弥陀佛 转转教化引导于众生 广大赞叹净土法门 无穷无尽 我又再是为 原造律师再是为 以前所造的无量无边的罪业 不信净土法门 毁谤了佛法 毁坏他人 夜阴已经成就了 苦果逼当成就 他于是公对如来生相之前 恳切的苦道祈求忏悔 他就佛面前忏悔 并且发下广大诗愿 普遍摄受一切众生 一同修行念佛法门 同从此他又弘扬念佛法门 往生西方净土 为了能够方便常识修习 事故必须建立仪轨 因此结起了诸经论文 编成了敬业礼颤仪 是他编的 他是编来表示他忏悔 所以你看我们律中的祖师 都是其他的法门 他不做了 他是念佛 这是念佛法门 你还什么禅修 禅修你不是这个根性 我也不是这个根性 因为你不懂得禅修 你是大大有问题的 你有没有老师 你有没有老师 现在大车大乌的人 有老师教人的人找不到 你不要找我 我不是大吃大悟 我是一个普通的和尚 我也不知道你应该找谁 我也找不到什么悟了禅修的人 我也找不到 我也很怕人骗我 很容易受骗的 我也不敢 所以我要老老实实的念佛就算了 从开始到后来 他列的十蛮 都是依据圣人之言 古德的仪轨 编进去仪轨 期望后世言者 偏懒其殊实 能了解我的心意 他希望以后的人 他看见我所编出来的净土仪轨 就知道我的心意怎么样 我以前不是这样 我以前是轻视违谤的净土法门 我现在是忏悔 或者我就编这个仪轨 表示我的忏悔 后来怎么样了 北宋的时候六年秋天 袁照律师吩咐他的弟子书念 今天请大师书念 《观无量寿经》 补成情愿品 我要往生了 然后他就解佳夫作 安详往生 他就往生西方教的世界 欲知实知的 当时很多人说 世无一代的余夫都听到空中发生 在他往生的时间 优瓦亚的天乐 Heaveny music from heaven when he passed away 好像在天空里面有一种不可思议的音乐 大家都听到了 那个是一个意思 袁照律师 往生西方教的世界 他是一代律中的祖师 所以依据阿弥陀佛就够你受用了 年纪大了还是念阿弥陀佛 往生西方去 在西方世界的机械再学佛法 在这个世界很难找到真实的老师 因为真实的老师 西藏牟尼佛已经去了 有很多其他的菩萨 也是他帮助我们修行人 但是我们心仪也不能够感动他们帮助 因为我们的罪业太多了 所以今天讲到这里 下一期我们继续讲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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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